正式开通 中缅新通道国际铁路班列新线首发通车 5月23日 首趟中缅新通道重庆至临仓至缅甸国际铁路班列从重庆发出 标志着这条线路正式开通 随着汽笛轰鸣 满载60个标箱机械设备 电子配件 气膜配件等货物的中缅新通道国际铁路班列 从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于嘴铁路货运站 缓缓驶出 将经由云南临仓口岸出境 通过铁路、公路连运方式 最终抵达缅甸曼德勒 全程2000公里 运输时长15天 依托这条新通道 重庆及周边地区出口货物 便可以经缅甸出海口直接进入印度洋 进而连通南亚、非洲、中东及欧洲各国 大幅缩短了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 极大优化了内陆地区出海的国际物流模式 及路线 从更大层面上来说 作为目前西南地区 联通印度洋最便捷的方式之一 该班列的开通 也将促进重庆以果园港为平台构建 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高效物流运行体系 对进一步推动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和口岸高地建设 加强与东盟及RCP地区的互联互通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重庆与缅甸交往日益频繁 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未来依托该班列的去回程常态化开行 将不断激发中缅通道新效能 持续提升各通道兼互联互通水平 进一步夯实缅甸与重庆的经贸合作深度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两江新区果园港带动全市 辐射全国 联动世界的国际物流枢纽作用 也将进一步凸显 目前包括长江黄金水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等重庆出海出境大通道 在果园港实现了全线贯通 同时 今年先后首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越国际跨境货运班列 陆海新通道 长江中南半岛国际连运班列 不断夯实重庆对外开放的通道基础